第五百零五集 要数南门一族在朝堂上那些愉悦的所作所为 那真的要数个三天三夜也数不完 别的先不说 就说南门府中的世子们 世子之位原本是世袭的 一辈当中只能有一个人 而南门一族说到底并非亲王府邸 根本就不该有世子的存在 世子是亲王的继承公子 就是亲王的府上也顶多只能有一个人 可是南门一族不仅仅有世子 所有的公子竟然还得要圣上清风世子名号 就是为了向世人炫耀 他们南门府的与众不同 这绝对是从古至今从未有过的事情 南门戎一直说启文帝是窝囊皇帝 并不是没有理由的 启文帝对南门一族的忍让 和傀儡皇帝有什么区别 南门叶这个国公大人 根本就是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所以启文帝也怕 有一天他什么都要够了 玩腻了 便来要他的江山 如今 有机会将南门一族连根拔起 他比谁都激动 比谁都兴奋 南门许 这个名字 似乎什么时候听说过 启文帝敏纯凝私了片刻 大公公提醒道 圣上您忘了吗 当初荣妃娘娘还是皇后之时 曾为阻止太子殿下和凤家的九小姐在一起 让圣上将九小姐赐给了南门一族的许世子 那这位许世子便是南门许 一个在南门一族从小就没什么地位 手中毫无权力之人 哦 原来是他 启文帝终于想起来 怪不得 总觉得南门许这个名字熟悉 能看个放久儿的人 只怕也是南门戎最不屑的小辈了 看来这南门许在南门一族确实是无关紧要的存在 老奴还听说南门许在府上也是经常受到兄弟们的欺凌 就连国公大人和南门将军也从不将他放在眼里 上回凤九儿当众退婚 国公大人还将南门许打成重伤啊 哦 有这样的事 这么说来 南门许对南门一族的亲人们 该是恨透了才对 没错 他要的就是这样一个人 一个对南门一族的家人 恨之入骨 但却又没什么本事的人 大公公喊手笑道 千真万确啊 这事一度成为笑柄 宫中不少人都在传说 启文帝点点头 呼啸道 好 明日让人将南门许悄悄送进宫来 朕要见他一见 是 老奴遵旨 凤九出门的时候 就觉得身后一定是跟着什么人 虽然他的气息很轻微 轻微到基本上和风声没什么区别 但还是有那么一点气息 那人不是九皇叔 若是九皇叔 他恐怕连半点气息都感觉不到 原本是有些事情 想要和别人联系 但身后一直被人跟着 通信的事完全无法进行 他蹙了蹙眉 换了另一条道 身后那份气息 在他转入另一条道的时候 竟然无声消失了 凤九有点讶异 回头望望 道路两旁绿树葱玉 在月光之下 投着斑驳的影子 风吹过 枝叶轻摇 浮动的声音淡然如水 那若有似无的气息 竟真的不见了 跟在他背后的人 消失无踪 为何 是觉得他已经没有跟踪的价值 还是说 被什么人给拦下了 但他确定 自己今夜 没有让人跟着断后 这几次入宫 他连自己人都没有告知 只有雪姑一个人知道 到底是谁 在暗中帮助自己 凤九还是不敢大意 在这条道路上 走了一段距离 依旧没有发现身后 有什么人跟随 之后 他又转入了 另一条小道 辗转 回到了那片丛林间 确定周围 没有人在偷窥 才将树干上的封印 取下来 从树皮底下 取出一张 预料中的字条 难门许得来信 简单几个字 没有前因后果 但凤九 看得十分明白 这家伙 果然聪明 和他的默契 就像是天生的一般 他今夜来之前 给他留了字条 不过只是两个字 手伤 他竟然可以在一夜之间 将南门夜的手腕受伤 大公公 看到了南门夜的手伤了 那是真的伤了 可却不是奉九之前 在刺客上割下的那一刀 刺客 是天下第一桩的揽月先生 怎么可能会是南门夜呢 但现在 启文帝碍于南门一族的势力 定然是不敢真的 将南门夜带回来彻场 而南门夜的手上 正好有伤 大公公亲眼所见 回去一说 启文帝还有什么好怀疑的 反正不管是怀疑 还是不怀疑 他想吃掉南门一族 所有兵力的心 也不会改变 如今 不过是正好给了他一个 必须要除掉南门的理由罢了 奉九将字条毁掉 取出随身携带的特质笔 在纸上写了一个字 拥 将之丢进了树洞 再重新给树皮封印 这一次 他依旧在周围仔细观察了一遍 确定果真没有人跟着 才淡然一笑 举步离开 不管是谁在暗中帮自己 也感激这个人 若非他的存在 这个雍字 未必能够顺利地 送到南门许的手中 计划 正在一步一步走下去 南门一族的气运 是不是真的能够走到尽头 拭目以待吧 不过 这宫中的蒙面娘娘 只怕也是个难以对付的角色 南门许 能不能过他那一关 还是未知之数 你和风九儿是什么关系 剑衣 盯着站在眼前的男子 他一身黑衣 和夜色融为一体 脸上那半截面具 将他大半张脸挡去 虽然看不清面容 可仅仅 只是那一身的气质 也知道 是个角色大美男 刚才 他出手的那一刻 剑衣便已经知道 他就是江湖上 人人闻风丧胆 到如今 还不知道 真正的身份是何人的 天尊门门主 帝无雅 帝无雅竟然在暗中 保护凤九 他和凤九 究竟是什么关系 帝无雅 此刻的目光 也落在了剑衣的身上 他长指抬起 剑尖 直指剑衣的面门 虽是隔空 但剑气 似乎已经在一瞬间 直逼对方 江湖上出剑 可以如此之快的 我只见过一个 帝无雅 面容如霜 锐利的目光 犹如刀子 寒光似剑 你是被目光第一杀手 绝燕 是谁让你心甘情愿 做他的走狗的 本集播剑完毕 再见 再见